几段时间在演员的诞生 缺了不少粉的涛红 这次又要带着新作品和大家见面了 前几天 电影《无好家庭》 在京举行开机发布会 中央啃了涛红出席 两人早在拍摄 阳光灿烂的日子时就已经相识 如今再度合作 二人已经升级为人生年价的状态 多年未搭的男二人依旧默契不改 甚至在发布会现场不相挖坑 以前二人拍完戏时 涛红竟然是吃完大蒜来拍摄的 我们俩之前拍的那个 我刚才说的那个结婚 她穿了婚纱的那场戏 虽然我们俩之前合作 两个合作 那是唯一的一场导演 安排的吻戏 我懂了 昨年终于轮上回吻戏 吻戏 结果呢 结果上午要拍 上午呢就一直赶不及 又拍不了 然后就说他饭后拍 终于饭后要拍了 他乐呵的说 我刚才吃大蒜了 不知道这样一想 想象的画面 在影片中会不会出现呢 观众们表示 很期待哦